Good morning guys,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星期日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昨天那个 我拍的那个日落的那个慢镜头 我感觉快镜头 快进的镜头 我今天看了一下 反正我个人是超级喜欢 本来想着今天早上在拍一个 那个日出的那个快进镜头 但是一发现 残酷的现实就是 我一睁眼睛已经快中午了 就没办法 只能 看看今天晚上再拍个日落的镜头 或者是怎么样 昨天我看了一下朋友圈 Sky Tower就是天空塔 奥克兰那个塔 最高的那个塔 果然放烟花了 就像这样子 我昨天也不知道消息 可能在我吃那个 春饼的时候才放吧 我也没听到 我没看到芒克戏的 没给大家带来 特别好的 烟花表演 只拍了点 零星的山寨的那种 个人 个人家放的烟花 因为没关系 马上元旦了嘛 这边元旦的话 倒数 倒数的时候 这边天空塔也会放烟花 到时候可以带大家 好好 而且那个烟花会比 这一次放的那个烟花 规模要大很多 所以到时候 带大家看更好的烟花 这还有他们昨天 放烟花剩下来的这个 这个东西 今天的Vlog主题就是 休息 休息一下 因为 当 呃 当我之前没有工作的时候 感觉 每天都休息 就感觉 呃 周六周日 和其他 呃 时间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这现在周一到周五 都上班了嘛 就感觉 周六周日 无比的 就感觉周六周日 无比的宝贵 无比的珍惜 终于有时间休息一下了 刚才刚去陪米娅 取了钱 取了钱的发现他去上班 那个 时间不敢退了 就 我就在那个中途 停了 停下来了 然后我打算 现在走回家 然后他把车开走开去上班了 然后我回家的路途 会经过一个小公园 这个是在市中心的一个花园 叫Domain Park 看一下那边就是城市 这边就是森林的感觉 感觉突然时空穿越了有没有 我能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哪儿吗 我走到那个 我走了一条新的路 因为 之前我感觉走那边路有点绕了 但是这个方向是 感觉应该是我回家的路 但是我这个路 真的没走过 远就越走 越不像是路 这种 幸好还有一点这个印记 所以 反正我的状况导人进来了 但愿意 试回家的路吧 现在 满满满的闻着都是那种 森林里面的味道 有一点 新鲜空气再加上 泥土里面 腐烂的那种味道 然后mix一下 哇 终于看到人了 所以我走的还没错 然后刚才我看到一个路标 那边是museum 就是我家的方向 看来 没走错 我这是 走到徒步的道上来了 to museum to domain walk 选择哪个呢 那时候panao 我从panao走过来的 我感觉应该是走这条道 domain 因为这个 那个它抖了 这个能缓一点 还是 不要对自己那么绝 走 缓一点吧 西西兰 有成千上万条这种 徒步的道路 太多人喜欢徒步了嘛 所以只要有 只要有这种森林啊 或山里面 大多数都会有n多条徒步的道路 之前我和那个 enzo 坚持过每一周都徒步一次 但是后来 后来 后来就没有后来 后来忙起来了之后 就坚持不了一周一次了 然后现在 他 也回国了嘛 反正等他 回来之后 我也可以 和他接着 走 西西兰的徒步道路 在那个西西兰的旅游官网上会介绍 他每条徒步道路有几星难度 然后需要穿什么样的鞋 有的会涉水啊之类的 还有的可以那个搭帐篷 露宿啊之类的 如果大家过来喜欢运动 喜欢徒步的话 可以选择 从低端的徒步 就换这种 这种的 这种我现在走的这种徒步道路 就是比较低的level的那个徒步道路 之前走过很高level的四星五星的那种 就是基本都在水里面走 然后即使不在水里面走 在那个小溪旁边也是全是大泥巴 这就是我为什么买的那个防水的那个鞋 如果大家想讨厌更能够高难度的徒步陷漏的话 大家也不要忘了把设备 把自己的徒步设备背骑 这样才更安全 也更通过性更强 这个是什么 是蘑菇还是木耳 还是树菇 长了好久了 这蘑菇上都长青苔了 我也不敢轻易碰的怕都有毒 长了一树都是 但这个形状长得像灵芝一样有没有 其实现在每条 基本大部分我走过的那个徒步道路都会有这种条条 或者是有一个板子 有小箭头的方向会指你往那边走 不至于迷路 Hello 而且大家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遇到人的话 最好打声招呼 而且他们会主动跟你打招呼 或者比如Hello Hi 就结束了 很简单 然后笑一笑就OK 有条 这有条 这有条 这边我走的是对的 我们还好 我们没丢 耶 我们出来了 出来的标志是什么呢 能看到车了 我们走的是这个 Domain Walk 走了20分钟 然后从Domain Walk之后走到 从Panel过来的嘛 一共35分钟的路 我们应该走了 我刚才应该走了差不多也就20分钟 或者是25分钟 我们是从这个地方 这位停车场 我们从这里来的 都一直走到这儿 Good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棵树有多大 从那边一直到 这都是一棵树 到那边 超级大 大家看一下这个树根 整个树根已经绵绵绵绵绵成了一条路了 这个我看看 这棵树大家可以比一下 我感觉有 有五六个我才能给它抱 才能 抱一圈 然后这并排有一棵两棵三棵四棵 那边还有很多 一共走了4530步 我回到公寓了 今天天气也不错 但是 米娅今天上班 所以 一个是也没有车 一个是没人陪我出去玩 所以我只能回家休息 休息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橙子 那天我和米娅在中国超市买的 当时我没感觉它这么大 但是今天一拿出来 哇塞 哇塞 超级大 高 比我手都大 这种感觉 它是个橙子 超级爽 这也太欺骗感情了吧 我以为它很大 结果它皮这么厚 哇塞 等会我尝一下看看好吃 我尝尝看看好吃吧 吃还是蛮好吃的 水分足 然后也很甜 看在它好吃的份上 我就原谅它了 新西兰彩票已经疯狂了 下一期投奖已经累积到了4400万 相当于420 420 2亿2000万人民币 投奖 因为 而且 新西兰的彩票是没有税的 大家懂什么概念吗 就是 如果中了投奖 2亿2000万全是你的 一分钱都不用上税 哇 超级爽 我记得上次是 投奖 因为它是 每一期 如果你要是没有中投奖的话 就会累积到下一期 累积到下一期 然后累积到4000万是一个限额 4000万刀是一个限额 就是如果到累积到了最后 累积到了4000万 还没有人中的话 就是must win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中了二灯奖 他就把所有的第一灯奖全给他 如果有两个人中了二灯奖 就 这两个人瓜分这4400万刀 如果要是没人中一灯奖 就是二灯奖 瓜分这4400万刀 反正就是必须要把这个4400万种出去 记得上一次4000万的时候 整个华人圈 或者是整个新西兰圈都疯狂了 有好多华人在做彩票代购 就是帮买彩票 如果中奖 中那个头奖了的话 分个百分之几的提成 这样的生意超级火爆 我记得上一次 这一次4400万比上回4000万都 比上回4000万还要多了400万 感觉这回应该更疯狂吧 Mia买彩票了 我有代购彩票 你代购彩票了吗 我有说 但有时候愿意买的话 就这样 你说了吗 我微信说了 说了 4400万了 上回只是4000万 没有400万 都没多400万 嗯 我记得上一回这么头奖了 还是 几个月之前 半年之前吧 我记得 应该差不多半年之前 然后它累积了半年又到4000万了 打算 打算 多买点彩票 然后 就要一不小心中了4400万 不用4400万 过2000万 2000万就够花了 一个亿 2000万只好一个亿 先定一个小目标 先挣它一个亿 呵呵呵 现在10点多 我打算回去编编视频 买彩票 最主要的是买彩票 哇塞 真的 超级 诱惑力 有没有 2200万 不是 4400万 2亿 2千万人民币 哇塞 这一下子整个 中了的话 整个人生目标达成了 呵呵呵 嗯 反正也祝 祝大家也能够中奖吧 我们一起把 2亿 2千万人民币 瓜分掉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不要忘记 积极乐观正能量 我们明天见 拜拜